做了所以其实不需要太复杂的动作 你大概就做对了就OK了 那剩下来就是把这些名称改一下 比如说这个名称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到记得按取消 取消之后再切过来把它 他的什么 caption把它改过贴上 enter就可以了 那分别就可以改这几个 改完之后就OK了 再来的话就有同学 之前有同学就问到说 那这个地方如果我希望让他置自中的话 OK因为现在是靠左 可是他习惯就是让置自中 但问题来了是要怎么样让他置中呢 其实特别就是我刚刚讲过 如果你要怎么样 你只要找到属性功能里面有 属性就是他的状态 如果呢那当然是要置中的话 很棒就是里面的 只能用这个英文的麻烦的地方在这里 但如果你只要能够找到那个 英文是叫置自中 置自中的话 置的话就test 置中就是a leg 所以他应该有个叫test 他按照字母排列 所以应该是t开头的 t的话应该排到比较下面 所以在哪里呢 各位没有看到 有一个叫test 有没有 有一个叫test 这个就是什么 要自中 所以以后我跟各位讲 其实答案都在上面 但是麻烦的地方就是 他都英文的 他应该也不会翻译成中文的 因为虽然他其他地方都翻了 但是这地方其他就是永远都不会把它翻成中文 而且这个已经 大概他这个东西产生到现在应该也大概有二三十年的时间 以前到现在都长一模一样 也没改过 所以应该也不会改 所以慢慢你要习惯他的逻辑 他里面就是你只要看得懂英文 后面就是修改他就可以 所以后面的话你可以发现 他里面有几个状态 三个 也就是对齐方式 不外乎就lap 不外乎center 或者是你要靠右对齐 这样看起来怪怪的 所以center 因为这个问题同学问的最多 其实上面都有答案 所以以后的话 如果你想要找某个效果有没有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 只要属性里面有就做得出来 如果里面没有的就做不出来 是固定的 属性里面有才做得出来 比如说同学问说 这个 他说老师 如果他拉了一个标签 他比较高一点点 他就说能不能垂直对齐 垂直的自行对齐 其实答案也在这边看就知道了 因为他只提供给我们 其实就是只有什么 只有一种对齐方式 就水平 他没有提供垂直的 所以 刚刚讲这个效果 基本上是做不出来的 所以你就 不用钻六脚尖了 做不出来怎么办 你就不要考虑垂直的 所以怎么办 你就把它拉到刚刚好就好了 OK 不过说真的有点丑了 但是没有办法 他提供的功能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也不要问有没有 就是这样而已 OK 他没有提供给你就做不出来 有提供给你 他才做得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 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蛮多同学一直 就会问一些 比较跳通一点的问题 OK 那另外的话 当然 其实我们主要是 上面可以执行 主要是解决什么 输入上面的问题 当然你想说 其实要怎么样 让别人可以方便输入资料 的方法很多 有没有 比如说最好是可以在手机上面 可不可以输入 可以吗 可是你要做APP 但是要做手机APP 有没有那么简单 应该没有吧 可以你光要去 怎么去把手机APP做出来 刚刚要学 我看 学到你会 我看你刚刚应该放弃了很多 不然就是网页 有没有 网页可不可以 但是你要做网页 要架个网站 架个server 还要架资料库 等等的 有那么简单吗 好像没有 对 可是呢 我们用 Excel VBA 相对起来 真的就简单多了 为什么我要设计一个 画面的话 太简单了吧 如果跟手机APP 或网页 或者其他工具比的话 这个简直是错所可得 第二个的话 别的工具 像APP 或者是说 刚刚讲的网页 也要资料库 那你要架设资料库 可是 其实我们如果只是简单用的话 不用资料库 直接把Excel当资料库 来存资料就好了 但是如果其他工具的话 都需要再去学资料库 OK 所以其实讲起来 我觉得 这个工具的优势就是说 因为基本上任何电脑都Excel OK 所以以后的话 你只要把Excel 这个东西做完之后 丢给人家 然后你做出什么 把它可以启动起来 然后让它输入 而且记得保护资料 后面还会再教各位 怎么样彻底保护 不要让它随便可以输入 OK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它就填 它只能填它该填的 它不能做的全部一律锁起来 这样的话 我想应该 你就可以避免很多的麻烦了 OK 所以第一个 我们刚刚讲过 把这个画面设计出来 执行它 它就会跳出来 但问题 我们如果直接 让它直接在这边执行 除了你自己会执行之外 你不可能叫别人 直接开启VBA到上面执行吧 不可能 所以我们会需要什么 需要有一个按钮给它 所以我要怎么样在 这个Excel里面 不需要开启VBA的状态下 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启动起来 其实非常简单 只要一行程式就好了 只是说你要知道该怎么去启动它 那程式该写在哪里 特别注意 接下来的话我需要一个按钮 所以按钮的话 也许叫什么 启动表单 特别注意 我前面讲过 如果你需要一个按钮的话 那你需要把程式写在哪里呢 应该写在哪里呢 写在 module里面对不对 然后插入一个程序 有没有程序一定是sub 我讲过嘛 如果你要按钮就是sub就对了 所以你不用想太多 那名称叫什么 叫做启动表单好了 OK好 假设我们这个名称 那名称你可以自己取 没有关系 这个启动表单 好 这样子 OK好 所以以后按钮就sub吧 你也不用想太多了 不会有别的答案了 反正我们尽量用简单的方法 反正你就是固定这样子做就OK了 好 按确定哦 启动表单 接下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sub这边就产生一个sub 那这里面要做什么呢 我要把它启动起来的话 特别注意哦 它的名称表单就这个名称 所以很简单 你就先把名称给它 叫做user form 所以你在这边打一个user form one 后面加一个点就可以了 点什么 点show就可以了 show 就是意思把它启动起来 这样就OK了 意思就是说 前面是一个主词啦 后面是一个动词啦 user form one 点show哦 不过前提是 你上面的名称叫user form one 如果你假设 刚刚同学可能多练习几个 有一车 form 一有二三四五啊 或者甚至你将来也可以改名称 像我云端上面 我有把它改名称 这边我把它改成叫home enter 有没有 那特别是 你如果改名称 那边也要叫home.show 你不要说 这边改了 那边没改 那两边不match 一定找不到 两边要match就对了 OK 应该可以懂了一个逻辑 好 我不改好了 因为我想 之前本来改了好像 其实没有很复杂 但是还是有同学做错 那我干脆索性不改好了 这样比较没事 好像反而觉得改了都会有事 即便是很简单的动作 所以以后 所以我尽量简化那个动作 动作越少越不容易犯错 自己把它放大一下 因为user form one 点show 所以像我做一些动作的话 也是一样 尽量不要做太多 反正就做精确要的就好了 其他你也不用 学东西也是一样 你不要学太多 我觉得尤其设计类工作 设计类的相关课程 学一大堆最后都记不起来 而且反而会毁淆 最重要你学了一定要会用 如果你学了用不到的话 暂时不要学 否则的话 很容易造成你学习上的障碍 OK 慢慢发现学了之后尽量要把那个动作记下来 最好是有那个影片 我觉得反而影片真的是 对我自己受益蛮多的 所以我才每次上课 我也希望把每一个动作录下来 OK好 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再把它变成一个按钮 怎么变按钮 我习惯把这个复制 有没有 那我重新拉一个按钮 我习惯复制这个按钮 然后在这边贴上 贴上之后把这个按钮 因为一样大 再重新按右键指定一个聚集 只向启动表单 然后把那个启动表单复制之后 改一下它上面的这个按钮名称 就叫启动表单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就按一下它 表单就跳出来 OK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了 但是这个讲完本来应该是OK的 后来我同学说 老师可是你按钮在这边还是有人找不到 所以最好是吧 Esser一打开 表单也自动打开 它是随着什么 随着Esser打开而打开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写 所以第一个启动表单 其实关键的地方 第一个请各位在 模组里面插入一个程序 启动表单 就是Userphone.1.show 那第二个是说 如果你不是按按钮 而是随着这个Esser档案 那这个Esser档案特别注意 这个Esser档案 在VPA里面 一般我们英文的名称 Esser的档案就叫Walkbook工作簿 OK 那如果指的 目前自己本身的工作簿 就是历史Walkbook 意思是说我现在的这个Esser档 所以你把它点两下 陈生要写在这里 这边请各位找到Walkbook 这个工作簿怎么样 被Open的时候 意思就有点像事件驱动 当这个工作簿 它发生了什么事件 英文叫Event 什么东西 什么物件 发生什么事件 Open的时候 那我怎么样呢 当我这个工作簿打开的时候 那我就顺便把什么 把Userphone 所以你解释一下 把程式写来这里 Userphone 写一行就好了 One 点什么 点秀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以后的话 你假如说 当这个工作簿打开 要做什么事的话 你就把程式写在这边就OK了 它就一打开 就执行你要做的VBA程式 你可以开表单也好 或者做其他事都没有 也都可以 不是只能做这件事 OK 好 那做完之后的话 你就把它关掉 那记得把它储存起来 因为这个是以色列2003的格式 所以不需要额外再去做什么设定 直接把它 那我这边把它再开起来一下 因为我把它存档 我就再开一下 看一下 刚刚没有按按钮 我这把它写在什么 List我不可 当它Open的时候 顺便帮我把表单给Open OK 所以两个开启方法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一 在那个模组里面增加一个这个Sub 就是那个启动表单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在List Workbook里面 写一个 特别叫Wordbook Open 写这个动作就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刚刚主要是讲到有关如何启动表单的两种方法 一个是按钮 一个是自动就随着Essal启动 就自动启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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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